嗨 你今天寄生上流了吗 我是唐启阳 我相信已经有非常多人看过这部片子了 那看完以后是不是有深深的无力感呢 我就是来疗愈大家的 因为我觉得阶级是人为去定义出来的 所以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但是我们要怎么力争上流呢 其实自我认定还是挺重要的 那开创新作的同学 其实你力争上流的能量是非常强的 因为你们的人生是有一个目标 而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立定了目标 你就是要往目标方向前进 比如说我想要买一个 把全家都装进来的房子 或者是我希望能够让父母亲安养晚年 我希望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你有非常多的希望 只要立定了目标 达到你要的目标 你就是在你自己定义的阶层里 没有错 所谓的上流在开创新作的心目当中 是由你自己来定义的 当然因为你们有这样强大的自我跟自信 你们对于别人的生活模式 就算它过得很好 但是只要你觉得不屑一顾 它其实对你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 所以你可以自己形作属于你自己的宇宙 属于你自己的阶层 但是开创新作要如何能够满足于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呢 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很需要有一份你喜欢的工作 带有理想性 就算很辛苦 就算你要养很多的员工 就算你其实赚的不多 但是只要在工作上非常的往自己的方向 你就会感到很满足 所以很多开创新作是工作狂 那有时候一段好的婚姻 比如说跟对方一起共同努力 两个人一加一大于二 也可以让你有机会突破阶层的困惑哦 所以开创新作的同学 我个人觉得 首先阶层对你们的威胁性不大 其次你们也可以定义自己的阶层 自我认定的能力很强 所以这是很棒的一点